欢迎回到财经新世界 台湾其实也有不少创作者 设计出的角色都具备了延伸性的商机 而台湾如果要期待创造出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人物角色 可以做哪些努力的 我们带你先看这个报道 工作太苦闷 上师太苛刻 满夫怨气却无处宣泄吗 没关系 有上班族马克 陪你一起共度难熬的上班时光 原来从事广告设计的漫画家马克 本来只是想借由画画来宣泄对工作的不满 没想到画着画着就引起莫大的回响 倒成了台湾本土的角色经济代表作 其实我觉得当初做马克是因为 我自己也是个上班族 那么花了很多时间在职场里面 也看了很多台湾职场的怪现象 一些喜怒哀乐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喜欢马克这些角色的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次这种影射 我那时候就说我是马克 你也不见得不是马克 我认为马克里面所有的人物 大概都可能可以应对在 你职场中的一些其他的人身上 所以你在看马克的故事好像就是在看你自己的故事 涂漏了上班族心酸的马克成功了 但是角色的成功却未必能转化成实质的收入 想要用角色实现经济 创作者首要的是可靠的商业模式 但艺术家常常懂创作但不懂行销 漫画家马克说他的方法是自己虽然不懂 但要找到懂的人一起合作 谈到台湾本土角色经济 马克皱了皱眉头 认为政府的文创辅助虽然多 但总是难扶植到需要的创作家 而企业更是只重视短期回收 连网路行销专家也认为 台湾企业见不到长远效益 发挥不出台湾的文化深度 自然也扶植不了台湾的本土角色 这是以制造思维 我可以制造出一大堆角色 但却没有经营思维 就是怎么把它经营得长长久久 制造出来就是想卖掉 比方南韩跟日本 他们能把这个做这么大 另外有很大的一个要件是 文化素养的培育 他们那样的国家 这么花心思在这些角落 然后他们看的不是说 这样的角色 可以多快替他带来成效或效益 而是看他是说 他怎么跟我消费者之间 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然后这层好的关系 怎么被延续下去 从台湾人耳熟能详的大同宝宝 到新一代布袋系英雄 朔还真 继续台湾的本土角色 其实还真不少 但是专家认为 找到适合的商业模式很重要 但找到正确的文化定位更重要 我觉得因为他 受了日本的漫画影响太太深了 很多人都是看日本漫画长大的 对那日本漫画 其实当然有日本的文化在里面 但是相对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 可能台湾人还在摸索 到底台湾为台湾的人 到底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这个可能就是要透过思考 然后摄影师可能有一些台湾 很多插画 非常有名的插画家 他怎么去把这个元素 变成台湾的漫画 欧美日独霸角色经济多年 台湾更是长年来 受到东洋文化的影响 限制了台湾文创的格局 如何打破僵局 利用台湾的文化内涵 创造属于台湾 又能够打动人心的角色 或许是台湾文创未来能够好好思考的一大问题 UDN TV 陈欣伟 梁丽玲台北报导 好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本土的插画家是马克 他画的这个笔下的无奈的上班族 那当然还有很多是本土的角色啦 比如说有超市的open小将 或是霹雳布袋式的人偶主角 弯弯其实也很有名 他所画的一些这个漫画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还有其实这个 就是我们本土的 这已经红很久 这是大同宝宝 那么我们有很多其实是一些本土的角色 不过到底什么样的角色 他可以打进国境呢 我们先请教老师你的看法 如果是单纯我个人的看法的话 我觉得就是 现在目前台湾来讲 其实台湾我觉得这几年里头 有蛮多很不错的一些创意人员 然后有很多新的创意在发起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的 我觉得我们有个很大问题是 可能是我们的资源整合不足 然后加上我们政府上可能也没有 比较大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在针对有关于文创或设计这个部分 做一些有计划的提升 那所以我们如果要迈向国境化 我觉得我们需要 当然设计人员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所谓设计是所谓的主观 那设计的人呢通常也会比较主观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我个人的小小看法是觉得 有一点太过于各自为政 我觉得应该团结起来 因为我们地方其实并不大 我们一个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然后如果大家都只想要去 就是不愿意互相去结合合作 那也许我们就要等待政府的方案 可是好像这个部分 好像一直有做比较没有办法做 那当然这个后面 这些要做的是什么 是结合一些资源 然后我觉得做一些曝光量 然后比如说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 用展览的方式去筛选 好 就老师刚刚提到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打击国际很多的原因 那我们等会再细去细了 不过如果我们是刚刚看到了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那些 很多的本土的角色 你觉得有哪一个是 里面是比较有可能 它也可以足以成为 打进国际的一个 看起来是这样子的角色 或者是我们现在 其实都还不成气候 我觉得如果 如果以漫画来讲 当然是 我觉得还是背后的 那整个行销的方式 和曝光率很重要 但是如果刚才这样综合起来 我看到的 我会想到的是吉米 吉米的 对 我觉得吉米的话 一直会给我有一种 他的话里头 会带着一些思考的含义在 那当然公仔 也许这种角色 看起来是很直接的 很直接感受到说 他就是可爱 就是可爱 但是对我而言 我觉得它缺乏了一些 跟内涵 因为这种东西太容易 被抄袭 模仿 那我觉得 更有深度一点的东西 会更适合吧 但有一些故事 你能够让 也许在其他国家 人能够看了之后 也能够相同的感受 或是能够有些体会吗 对我而言 我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讲你的看法 因为你有很多 策展的经验嘛 如果说 台湾现在你看到的 这些角色 它有一个是足以 能够真的推到 国际舞台上的 目前其实台湾 我们都看到很多的努力 其实很多人 刚刚老师提到 这基米 他其实也在努力 在做这一块 另外 批里扑袋系 他其实 走国际化这样子 那像OpenJung OpenJung 他其实通路强 很强 那他也希望 来走这一块 那弯弯啊 马克 他其实都在网路上面 其实用 通过网路上面 不同的平台在做 我觉得台湾这部分 其实 但是刚刚老师讲 这政府其实要多支援 另外就是说 通路这一块 或是说 因为台湾是科技岛 其实我们要好运用这一块 像LINE 为什么那么强 就是因为它透过 通讯软体这边 整个全世界 这样弄起来这样子 那台湾 其实在这方面 人才其实不会少 但是在结合度上面 整个性上面 还有政府支援上面 这个是比较弱的 这个东西 我们业者也在努力 希望说政府能多支持这样子 你怎么看就是两位怎么看 就是现在真的有能够 历久不衰的这样的角色吗 彭老师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比较难了 因为我们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 我们现在 我们说可以活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认知 活到四十年五十年 这些角色 大概我们那个时代里面是 我们很少有其他的 其他的可以被 就是相对 就是在那个时代以后 能够得到的乐趣并不多 然后这些就是陪伴我们的过程 可是现在对我们来讲 这个创意的蓬勃 其实就像说画了一个弯弯 很可能很快就会有人做 其他的馒头人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 长 就是要活很 寿命很长的 可能角色比较不容易出现 对 营运长你怎么看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 包括 也许我们的创作者 不太会懂得行销 或者是我们现在都是 老师提到的是 大家就各自埋头 去设计自己的东西 我们不能打击国际市场 可能还有哪些原因呢 我觉得一般在设计上面 我们有生活化 生活化的时候 那其实在国际化 我觉得国际化上面 其实现在因为 网路上面很方便 它其实难度是有 但是它是本来就有一个 很好的平台可以运用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做整个 另外就是说 它还是还要具体化 具象化这样子 就像我们办了实体的展览 为什么很多很多过去的一些 这些 他从电视里面跳出来 他就是要跟生活上面 做直接的互动 他才能长长久久 然后我们能够有 不断的营造他的能量 在这样子 所以台湾这一块 我觉得除了政府之外 我们业者还有创作人 其实要好来做整整 努力这样子 老师你怎么看 刚刚提到整合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要给一些政府一些建议 包括我们这个产业 文创产业 我们要怎么样转型 或者是政府应该 要怎么样扶植文创设计界 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角色的发展 可以更有伤劲 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不是那么懂政治的 不过如果说 谈到角色经济这件事 我觉得可以先做 对成功 比较有成功经验的 做一些模仿 那谁是有成功经验呢 其实说起来就是韩国人 他们不管是把 所谓的角色经济 我们现在都设定在这些 可是你看他们的明星 他们的明星可以推到出 多少的周边的整个的 包括整个观光业 包括他们的服装业 然后更不用讲 他们的影视业 真的是已经把我们 亚洲都吃光光 那现在甚至他们连 那个欧洲 美国也是都到 他们的演唱会 也是都巡回世界 所以我要讲说 我并不是要去捧别人说 我觉得人家成功的经验 我们是某一个 如果我们在走 像类似的路线 而我们还没有办法 摸寻到一个 比较正确的方式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部分 可以去仿效 看看人家是如何 在这里头 我们可以吸取一些 人家比较好的一些经验 那我的 如果以我个人看法 因为叫我提出 什么实际具体 因为我好像也不是 那么深夜长的人 不好意思 很好的建议 不过银民长您的看法 如果我们最后做个总结 您觉得说要得要怎么做 才可以带动整整个整体提升 我觉得实际上面 政务要做到一点 就是说 税方面的鼓励 就是说 它奖励我们去看涨 这部分 那看涨是可以 抵税这部分 这部分是很直接的 因为你有攻击面 有需求面 你才要攻击面 才会往上拉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 参与给我们非常多 宝贵的建议 感谢两位 谢谢 电子产业所关注的 宏基的CEO人选出炉了 由台积电前资深副总 陈俊胜接任 而另外还有一位 台积电高阶主管 是太阳能公司 董事长蔡立行 也要接任中华电信的董作 台积电成为了 优秀领导人的摇篮 电子的科技产业的 接班人布局 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请锁定下个星期 财经新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